在特朗普准备完全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军用电子元件后,俄罗斯官员几乎立即表示普京总统正在考虑采取措施对抗美国, 而禁止向美国出售钛金属可能就是其中之一,据介绍F22商态合金用量已经高达41%,钛具有良好的硬度,抗冲击性是一种战略基础,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苏联同时开始发展钛工业, 但现在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足够技术,生产出高品质的国家,资料显示一家由VSMPO阿Visma拥有的俄罗斯泰矿开采公司,正在为全球飞机制造业开放和生产三分之一的泰储备, 特别是,阿Visma为整个商业飞机市场提供70%的泰产品,具体而言,俄罗斯Avian公司向波音提供了战公司约40%的泰,向空中客车提供了60%,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,几乎100%的使用俄罗斯提供的泰,俄罗斯提供的泰产品,一直在美国包括飞机在内的航空设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, 一旦全面禁止或限制不放泰出口到美国,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航空业可能会停滞不前,因为存储的泰会慢慢耗尽, 而波音最新的七八七科技美价是要消耗17多泰,因此很难找到多余的替代品, 可以说,在美国政府一旦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后,美国航空制造商们必须屏住呼吸,等待普京的一举一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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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